这个气球最简单 它那个材料很便宜 就几个芯片 然后一个引导仪 我在过去直播当中讲过一旦台海发生战争 这种便宜的气球包括指挥、发射、电子站最便宜 我讲过两三次 这个发明人咱都知道 在哪做呢?江西、河南、福建 在事实上绝对是过去七八十年来 世界上对美国的所有的 包括911 这是一场绝对性的一场对抗中绝对胜利 改变了游戏规则 千万别小看 因为这个气球它太便宜了 而且它到了美国转那么多圈 拿走的所有的情报 这多少个五官做不到的呀 而且人家官家接近又离开了 而且它造成的这种政治风波 从明天开始起 我相信国会山和美国一场两党的较量和白宫的较量马上开始 什么要弹劾呀 追责呀 调查呀 绝对 这个话题将成为美国真正的政治的核心和政治较量的工具 那么习近平让所有的盟友看到了 我只发气球都能直打美国心脏 这对俄乌战争的俄罗斯何其丢人 而且中共我现在比如说几万个 几百万几千万分分分钟钟的事儿 你能想想美国天上发了一百万这个气球 美国该怎么办 发一百万个导弹 整个导弹给你消耗光 还有F-16啊 什么F-22啊 都没用呢 战略上不对称的战争 中共这回绝对赢 对美国的心理打击绝对赢 对美国盟国的信赖度绝对赢 而且在俄乌战争这种情况下 中国共产党在世界的军事武器上 这一次不对称战争和心理战争和这种敢做赢 但是最大赢家不是习近平 不是习死皇 也不是共产党 新中国联邦 所有人告诉我 新中国联邦这时候来了个气球 早一个月都不行 马尔根西没上来 马尔根西上来以后 中国CCP情报委员会 他来了个气球 共产党是美国全人类的威胁 不用咱再说了 都知道了 病毒 气球 生化战 气球可以直接在你家头上可以定点放化学武器 也可以放生化武器 然后拿走了美国的秘密 挑起了东西方中共绑架的14亿中国人和西方的对抗 事情之严重 对新中国联邦之大利好 拜谢了 苍天 谢谢习死黄同志 请继续发吧 习死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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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